直播的9月9日训,在今月进行的一场2019年非洲杯预选赛中,埃及6-0大圣尼日尔,法老萨拉赫贡献两射两传,此外他两次主把点球就被扑出,其中一球捕射得手,开场不到两分钟, 萨拉赫就在禁区内被对方球员撞倒,他亲自操导主罚,不过皮球被尼日尔门将卡撒利达乌的扑出,第12分钟,萨拉赫将攻不过,助攻队友马尔班默赫瑟首开记录,第20分钟,埃及再入一球2-0扩大领先优势,第27分钟,尼日尔门将在禁区内解释缠倒了埃及球员,裁判再度判把点球, 萨拉赫主罚的点球再度被卡撒利达乌的扑出,不过他随后不设得手,埃及3-0领先,第72分钟,萨拉赫助攻队友破门,比分来到4-0,第85分钟,萨拉赫门前轻松甩投攻门,5-0,第90分钟,埃及再入一球将比分定格为6-0, 萨拉赫此以独造四球,两次点球被曝 Holiday 萨拉赫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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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萨拉赫尔